五月是玫瑰第一波花的圣花期 加州连续几日的高温却让玫瑰进入试验期 今天想来推荐几款能够耐高温 也能够耐太阳曝晒的优良品种 加州的别名是黄金之州 除了1849年的滔金热之外 永远灿烂的阳光也是别名的来源之一 紫外线加上偶尔的高温 对玫瑰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来看一看刚开一天的大卫奥斯汀玫瑰 安妮克城堡和戴斯德蒙娜 全都因为耐不了高温而阵亡了 这是红双喜 Double Delight 也因为耐不了高温而开始交边 这是Violet's Pride 紫蓝的骄傲 在高温下开始枯萎 这是北极蓝 Arctic Blue 我觉得它在蓝紫色月季里面 抗高温稍微好一点 难道所有大卫奥斯汀的玫瑰 都不耐晒吗 其实不然 我们来讲几款耐热的DA品种 第一款是亚伯拉罕达比 这是一款12公分直径的大花 香味很浓的杏色玫瑰 它从春天到秋天会持续开花 花朵是深杯状的 它的抗病性良好 成熟植株可以高达10英尺 是一个可疼可灌的品种 只要适当修剪 完全可以当灌木月季来养 第二款是我的新欢 艾玛汉米尔顿夫人 上一个影片里 我说明年要来种一颗藤本的夫人 有观众不吝止证 告诉我艾玛夫人 矮矮的没有藤本的本钱哦 原来是我记错了 是另一个夫人啦 同样是橙色的夏洛特夫人 才是可疼可灌的品种 夏洛特夫人英文叫 Lady of Charlotte 有些人误以为是 Lady of Charlotte Charlotte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Tenison笔下的一位仙女 所以不要念错咯 不过奈高温来说 艾玛比夏洛特奈热 原因是艾玛的花瓣厚实 感觉含金量 不是 是含水量比较高 在华氏95度的艳阳之下 它仍能展颜二到三天 相较于花瓣稍薄一点的夏洛特来说 它的耐高温 耐晒的能力略胜一筹 第三款是 无名的囚德 花中间是杏黄色 边缘是浅黄色 植株生长强健 且非常抗病 耐旱性强 花香富裕 散发香甜的水果香 无名的囚德 也是奥斯汀的经典款之一 第四名是小仙女瑞典女王 怎么来形容瑞典女王呢 它是一个精神抖擞 完全具有干练女王风范的玫瑰 看到它有了几个小花苞 以为还要几天才会开放 结果隔天就一起全开了 而且它的花开不是循序渐进的 是一次开到位 仿佛它就只有一种面貌 就是精神抖擞 化好全装的样子 高温下花朵也不交边 两日之后 花瓣完整的落下 连花蟹的样貌都很干练 我今年二月种了三颗 感觉应该再补三颗 让它变成一片粉红花海 最后来推荐一株藤本大卫奥斯汀 叫Gertrude Jacko 这是为纪念一位知名的原艺家而命名的 这是一株有着浓郁老玫瑰香的爬藤玫瑰 它最有名的地方在于它的香味 以及它是可食用的玫瑰 因为是深粉色 采集后加糖腌成玫瑰酱 腌制好后可以泡茶 或加在糕点里 既美丽又带着玫瑰香气 等我把这株养大些 多开些花 再来为大家示范如何做玫瑰花酱 Gertrude Jacko 也是DA月季里的耐阴品种 我这颗就种在围墙旁边 白天直射阳光不到三小时 其他花有种在全日照的环境 听说长得更好更快 所以它既耐阴又耐晒 真的是一个优秀的品种 再来要推荐几款 其他玉种家的玫瑰 第一种是遥远的鼓声 Distant Drum 我个人对双色玫瑰有一点偏见 不喜欢两色之间对比太大 譬如红与白组合的红双喜 或者粉和黄组合的和平 但是遥远的鼓声的色彩搭配 却深得我心 花心是古铜色 慢慢过渡到外围 变成薰衣草籽 这个组合其实是把一朵可可洛可 不同时期的花色集于一身 它这个配色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让我联想起张爱玲的小说 一种旧时代的浪漫 它非常耐晒耐高温 一朵花能撑四到五天 植株直立 成熟植株大约为四英尺高 真心推荐你把它带回家 如果你喜欢白色的玫瑰 约翰甘乃迪绝对是耐晒第一名 它的花形是高杯翘角 古典玫瑰花形 它的一朵花即使在高温之下 也能撑四天 植株高大挺立 大约五到六英尺高 叶片油亮 非常抗病 另外一款白玫瑰叫巴斯卡利 花形近乎完美 同样非常耐高温 植株也是高大直立 这两颗白玫瑰的气质 都充满了绅士风范 另一款耐热玫瑰 毫无意外的 是我上一集夸过的海之女神 第一波花谢后 马上来第二波 中间几乎没有间隔 这优秀的开花性 除了Jump for Joy 无人能出其右 单朵花大约三天 开始慢慢雕尾 但是由于一个枝头上的 花苞数量众多 让它一波花 可以持续十天以上 这就是第二波花 开十天以后的样子 另外我觉得龙沙宝石 其实也很耐热 应该是因为花瓣层数多 花朵厚实 保水度够 所以能够耐得住暑热 我喜欢龙沙 除了它的颜值 还有它凋谢的模样 它会维持身背状 直接干枯在枝头 所以我可以干净利落地 将开拜的花剪掉 最后一株 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 摩纳哥公主夏琳 我因为久闻她的大名 今年一次种了两株 果然名不虚传 夏琳公主真的貌美如花 而且耐晒抗暑热 不是说她的花开 能持续很久 其实高温中也是三日散 但是不交边 从生到死容颜依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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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也有中意的耐热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跟大家报告一下阿基猫猫的近况 在半年的后花园巡礼 而且也治好烂牙的毛病以后 阿基勇气倍增 终于越上围墙 到左邻和右舍拜访 而且怎么叫都不肯回来 我住的地区野生动物繁多 有蛟狼 大山猫 美洲山狮 也有人见过熊 所以家人决定开始给阿基上千绳 但是他一直抱着不自由 无宁死的态度 穿上胸背带就不走了 好不容易开始走 也只肯匍匐前进爬回家 革命尚未成功 我们继续努力 你们会看到眼神死的阿基 很长一段时间 你确定吗? 你愿意进去吗? 你确定吗? OK 我帮你拿下来 你在里面就不用带了 OK? OK 等一下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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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下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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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拿下来好吗? 给小猫猫好吗? 嘿嘿嘿嘿 回来吧 猫 我帮你拿下来 我帮你拿下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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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走 OK OK OK